按照计划 在全面实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当中 航天员将在空间站长期驻流 开展更广泛的空间科学实验 每年进行两个乘组的轮换 以及一到两次的货运飞船的物资补给 按照需要对空间站的设备设施进行维护 维修 更换 升级 实现中国空间站长期安全稳定的载轨运行 同时我们还要研制新一代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就是要研制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的载人飞船 实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升级换代 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这个火箭和飞船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我们要实施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实现持续空间应用成果的产出 同时我们要适时地发射空间站的扩展舱段 进一步扩大空间站的规模 提升我们空间站的能力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 接下来将全面实施载人登月探测工程 目前工程已经完成了相关关键技术的公关和方案的深化论证 我们已经完成了登月用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新一代载人飞船和登月着陆器 登月宇航服这些关键技术的公关 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登月阶段的实施方案 今年按照计划 我们登月阶段的研制建设任务将全面实施 在这个同时我们还开展针对航天员在月面长期深层 以及开发和利用月球的资源 我们要开展一系列的预先研究 为中国人探索月球更长远的任务 鉴定我们的技术基础 感谢观看